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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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GO 層出不窮 百看不膩 二次元中 一再播放的電影翻橋段出現囉 讓各路動畫角色告訴你 董事 董事 跳蹲跳蹲 重複在身有無限輪迴的各種秘密 歡迎收看動漫最前線 我是麥彤 我是Kiki 今天是五月十一號 五月的第二禮拜來了 動漫最前線在這邊 祝全天下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不知道母親節大家都怎麼過了 我跟妳說 去年我跟我哥超有誠意的 我們為了母親節 特地就是用烏克麗麗練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還有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 我們今天母親節大家一起唱 超開心 好有心喔 而且很多人來耶 有我媽 我嬸嬸 我媽媽 我姑姑 我嫂嬌 隔壁的媽媽關掉什麼事 因為我們這樣氣氛真的很開心 很好玩啊 妳也算很有才華的喔 妳會跳KIMIKO之外 會主持之外 還好啦 拜託子 那妳咧 我 其實我母親節 通常工作都會讓她早早結束 因為我們家跟你們家也有點像 就是母親節這一天呢 一定要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 包括姑姑 嬸嬸 還有奶奶也一定要聚在一起 真的耶 你們也是很多人耶 對啊 而且重點是 因為奶奶已經八十幾歲了 所以很想陪她走完所有的母親節 看來奶奶是最重要的母親了 那是當然的啊 她是我們一家之主耶 而且在這一天啊 通常我們都會花滿多錢的 因為妳知道嗎 買給媽媽 康乃欣 妳就不好意思不買給奶奶 那妳買給奶奶 來姑姑 嬸嬸的這些 不買怎麼好意思 所以呢 買下來 也是一筆不少的花 現在妳在抱怨的意思喔 沒有啦 媽 我最愛妳了 我提供妳一個好方法 什麼好方法 就像我一樣唱歌啊 唱歌大家都會聽懂喔 怎麼是喔 對啊 拜託 我突然覺得妳好聰明喔 是不是 今年用這一招 但是我媽有說 她覺得呢 母親節啊 其實呢 不是要大家去花錢啊 訂很貴的蛋糕啊 買很多花啊 只要幫忙做家事 幫忙洗衣服 曬衣服 洗碗 舒垃圾 這些呢 他們來說 就是很棒的事情了 就這樣 對 那個花店不好意思 我可能就說 全部取消 你怎麼這樣啊 買了就買了啊 勞力可以解決事情 幹嘛要花錢啊 你可以花錢找家政婦啊 也不錯喔 好啦 也是有道理 不過呢 我覺得啊 不是只有在母親節這一天 才要這麼乖喔 也是 我覺得平常啊 就要陪媽媽去買個菜啊 陪她看電視啊 這些才是最實在的 不過 找媽媽一起看 動漫最前線 也是很優質的選擇喔 你好聰明喔 馬上進入本週的第一個單元 動漫最前線 來 動漫最前線 首先要介紹的是 Dr.D Mate 瓦利夏的醫師第六集 首都圈發生巨大的地震啊 想還有其他D Mate的成員 就趕快到了現場 發現了有很多徘徊在生死的 邊緣的傷害 想一行人就趕快進行搶救 但余政在這個時候 竟然來襲 被留在倒塌大型商場的人們 又會遭逢到什麼命運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XS連鎖第一集 可奈子加入了一個 正在高中山廣為流傳 可以讓通話費免費的網站 可是呢 介紹這個網站給他的好朋友 居然自殺了 之後啊 還發展成一連串離奇的 殺人案件喔 一場厚道的順座遊戲 就此揭開序幕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我是立修 第四集最終回 小黑的小黑呢 讓來參加過的人啊 都鱷鱷鱷的搭起喔 一定棒耶 但是當代第一殺人 對他的評價又是如何呢 另外一方面 知田三郎終於讓 體內的魔王覺醒了 還發表了一個雄偽的企劃喔 從戰國之士 轉身到現世的千利修 他將完成追求 現代風格極限的茶室啦 最後要介紹的是 RDG 冰為物種少女第五集 學園最長的一日 戰國學園祭正式揭開序幕 而奉承學園呢 化身成為日本戰國時代的古城池 壓軸的包王紫城工房會戰 也已經迅事待發啦 但是呢 工程開始之際 純水子就陷入了 高流異型人所設的圈套 再也沒辦法壓抑憤怒的他 導致了沒有人可以阻止的 嚴重事態 以上就是本書的新書發行資訊囉 麥可 其實我們東方正一線 開播到現在也已經兩年了嘛 我的天啊 已經兩年了喔 很快耶 真的耶 幹嘛 你有種 要跟我搭檔很不喜歡的感覺喔 沒有 就是一種 看著你怎麼兩年了 好久喔 好煩喔 很開心 那這過程當中呢 我們透過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 動漫活動啊 也接觸了許多宅朋宅友們 所以我在想 借人呢 有十二星座 是 這些宅朋宅友們 應該也可以分類才對呀 有喔 其實日本呢 已經有網友替這些宅朋宅友 分了六大類呢 是 來 講給你匹匡幾點 第一類呢 就是官方訊息的追隨者 就是所有的訊息 都是從官網來的 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粉絲 沒錯 第二類就是潮流支持者 別人推薦的話就有些接觸 可是呢 可能沒有興趣做深入的了解 第三類就是參加活動者 有遵循自己所喜歡的 萌俗性的傾向 而且呢 拍到了會發狂的程度喔 接下來第四走就是周邊收集者 只要看對眼的動漫周邊商品 就會購買喔 很可能打造屬於自己的宅房間喔 這個需要很多人用錢喔 是的 第五種就是熱切專注者 說到這一個呢 當漫文化 對他們來說 根本就像空氣一樣重要 會廣泛 而且山路的流版 相關的資訊 沒錯 最後一種就是 以上皆是者 如果你是這一種 請讓我們對你喊一聲 你是支持動漫產業的 經濟之神 動漫之連線就拜託你們了 好 各位衣食父母 請多多支持喔 麻煩 那接下來就看一下 本週有哪些動畫 發行事情 請看 首先要介紹的是 您支持DVD第五集 結束在玉影家的打工 巴萱回到宿舍 他前往久違的豬舍探視豬洞 卻發現豬洞 已經長成一隻肥大的豬 但同時 這也代表著豬洞 即將要面臨被做成 食用肉品的命運 以上就是本週的動畫發行資訊 接下來就是 多看多欺 多視野 不天不為 在邀請好男人 倒漫爆料 拜託上進行第一報 傳離機漫畫畫 非官方吉祥物 黑白二地化 繼續暴走中 日本青青縣傳喬市的一個 非官方超人氣吉祥物 FUNASI 又有新的出頭了 他這一次要化身成為漫畫角色 在快樂快樂夜看 跟大家見面 而他的標題就是 是不是很有他的味道 我想啊 今年二月的時候 大家就有在動漫節感受到 離子旋風的魅力了吧 真的 他魅力真的很強 你只要看過一次他的表演 馬上就會愛上他 FUNASI 而且他那一場活動 是我主持的 我跟你講 主持完之後有一個心得 就是如果你要當一個 訪問他的主持人 你的心裡一定要 為什麼 他時不時都在跟你疊對疊 他偶爾就給你召勁一下 偶爾要給你失控一下 你咧 我知道你想太多了 你應該要直接放任他 不要想說要掌控他 不可能的 反正他也Hold不住是不是 對啊 你好聰明喔 而且這種召勁的狀況 在漫畫裡面應該常常看得見 重你這樣說來 我覺得漫畫的副標題應該要下 一天到晚還失控啊 你也算很會下標的人喔 所以雖然說他現在呢 才剛開始連載 可是好希望喔 趕快變成單性本的台灣發行 真的 接下來就是動漫寶貝亞第二寶 海樂機真人版電影製作 決定2014冬季上映 從2008年開始連載的 戀愛寫著漫畫海樂機 在發行了270萬部單性本之後呢 正式決定要開拍真人版電影囉 這裡這部作品呢 在10年的時候曾經動畫畫過啦 它的故事內容就是在講一個 愛水母成癡的插畫家 叫做 而這個月海呢 她因為水母 而邂逅了另外一個 長得很像公主的未娘少年 叫做 而這一個既是宅女 又對時尚人類過敏的月海 卻因為藏之界 開始踏足了時尚圈耶 聽起來是一個好衝擊人生的故事喔 真的 這一次呢 演員陣容相當的堅強 女主角宅女月韓呢 是找了小韓女能年齡麗來飾演的 那至於藏之界呢 則是找了堅田教會先生來擔綱 我想大家最在意的 就是堅田先生他的女裝扮相 那是當然的 製作團隊呢 特地找了卡莉冠牛的服裝造型師 來幫我們打造造型喔 而且預計啊 在今年冬天的時候 就會在日本上映了 好期待定裝造趕快出來喔 是 最後是動漫博貝亞第三棒 2015年雪初音造型募集 北海道植物穿上身 雪初音在2010年誕生的時候呢 就立即成為 北海道雜謊冰雪節的吉祥物喔 而去年呢 她就以投稿的方式 趕快募集大家的創意 而雪初音她的外型 她的造型呢 也開始有了極大的變化啦 而今年呢 她就要以魔法少女的造型來現身了 相當可愛的耶 真的超可愛的 現在所有的造型啊 都已經募集完畢了 將會在五月十六日本晚間七點 台灣晚間六點的時候呢 在NIKO NIKO動畫網站 同步轉播 她們決定雪初音造型的過程 想要貢獻神聖一票的妳 是 千萬不可以錯過啦 那同時呢也會帶來 初音未來的大型演唱活動 MAGICAL MINAI 2014的相關消息啦 反正重點就是 五月十六號就鎖定在電腦前面 NIKO NIKO千萬不可以錯過就對了 以上就是本週的動漫博貝亞囉 沒錯 接下來我們的本週追追追追 要帶大家認識台灣原創動畫的魅力 好了 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下個單元 動漫追追追